因为随着征收案的那个开始执行 开始策略 变成我们周遭的所有附近的 比如说观音啊 然后卢族中立靠近大远 都随着涨房价涨 租房子的也涨 找不到 因为大家都要租 无奈房子难找 因为随着桃源航空城迈入实质开发 带动房价租金跟着上涨 原本大远区每平租金 刊登价落在300多元 但是近年来已经大幅调涨到 每平613元 月升桃源市每平租金 行情价最高的地区 近年来观察 就是说在航空城 因为开发的关系 有很大的一个调幅 因为它有这个清福特区 因为这些豪宅 造成这个整个租金有拉升上来 但是观察大远区境内 仍存在城乡差距 向族人多数集中在偏北靠海一带的 后厕沙轮海口及竹尾里 因为地处偏远 临近扩大工业区 不止工作机会多 租金也仅是大远 清普特区的三分之一 一共吸引100多户族人到此定居 然而这一带土地面临趋段征收 族人又该往哪些区域 寻找相对实惠的租屋地点 临近区域的话 因为当然以新屋地区的话 它的单价是最清明的 它在每一瓶的租金 会落在280块左右 等于是相当于大远区域的 一半的一个行情 那相对它通勤的时间 可能会在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说变成说 你用时间换取空间 不过因为新屋没有工业区 若从事制造业的族人恐怕就得额外负担交通成本 房仲也建议可以选择更近一点的观音 设有工业区 也因为市府正进行市地重化 预计草榻将有大量新屋释出 而租行情也有机会下降 除此之外市府也规划社会住宅 优先给原住民征收户安置 正因为现阶段近万名征收户在四处找房 租市场也随之热落 但桃园市原民局也向族人喊话 找不到房子不用担心市府将没合临时住所 且15天住宿经费由市府支应 只盼协助族人在动荡的搬切过程 不致流离失所 原市新闻 九十百五六桃园大圆 桃园采访报道